欢迎来到弗兰克林学习中心英语学习的智慧选择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以如同一个孩子学母语一样的先听后读的自然方式教授英语 您的大脑通过听各种英语母语阅读来学习语言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提供了精心编辑的语音演讲概念和模式 帮助您最优化这个自然学习英语的过程 阅读和写作技巧也很重要 但是您在建立好听力和口语能力的基础之后 您会学得更快更好 这个系列的视频短片将帮助您使用这种新的学习方法 这可是与您过去学习英语的方法不同的 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弗兰克林学习中心的项目 提供关于上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学习的向导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时间的利用率 用英语沟通是一门技能 就像弹钢琴或踢足球和发展一项技能需要的大量训练 训练会使大脑建立新的神经链接 当这些新的链接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 技能便成为自动的 一些事情您不必思考便可以做 就像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 对于语言 这种自动潜意识的技能叫做流畅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的目标是流利的英语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的方法是混合式的 这意味着您既要通过多媒体项目自学 也要与老师或教练进行定期毁灭 只在电脑上学习是不够的 老师和您的同学通过组织让您大声练习英语的活动 和帮助您延伸和个性化您正学习的东西 可以使语言课程更有生命力 我通过耳朵学习语言而不是眼睛 不像大多数英语软件依赖大量的阅读材料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运用图像来支持口语学习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的图片是标志性的 简单的图像可以迅速传达意义和帮助理解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有许多独特的功能 将让您快速学到流利的英语 例如弗兰克林学习中心用概念块来造句 如时间、用途、位置和持续时间 而不是罗列语法规则和孤立的单词 在弗兰克林学习中心 您会以更自然的学习方式来学习语言和语法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把句子分为概念块 绿色的书在哪里 而不是绿色的书在哪里 同样的道理 他离开家之后 搭乘公车去了学校 在弗兰克林学习中心 您会提到三个概念块 时间、行为和目的地 即为离开家之后 他搭乘了公车去学校 您或许已经尝试过学习英语 但是发现课程太困难或太简单乏味 弗兰克林学习中心个性化学习路径 帮助您在最佳的学习水平完成学习 我们的项目还会不断地给您 关于做得如何 是否有效的反馈 如今弗兰克林学习中心 正被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 所有年龄段的学生使用 这是学习英语最有效的方法 您们的努力学习和实践 与我们独特的解决方案相结合 将会给您最理想的学习结果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们将了解弗兰克林学习中心的评估工具 祝您在弗兰克林学习中心中 学习愉快